那你現在財務的話 還OK嗎 還可以了還可以自己 還周轉的過來 沒有這麼嚴重 其實我是在兩個禮拜前 就去了這個調查局還有地檢署 就是以證人的身份去協助調查這個案件 但我覺得經驗上的損失其次 是可能我的名譽 或者是說我對於這個 對於這塊新的產業的熱情 我覺得比較讓我難過 這邊你要當局長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回答 好 有到局裡面嗎 有有有 其實我是在兩個禮拜前 就去了這個調查局還有地檢署 就是以證人的身份去協助調查這個案件 但主要原因就是我們沒有收到這個款項 所以我們回去結束 其實這個代言費是這樣 就是我們其實並沒有收到全部 對我們只有收到部分而已 所以我們在七月多的時候 才把這個合約給 就是透過經濟公司的唱片 把這個合約給結束掉 我就算有拿到這個 所謂的我們的代言費 其實我自己投資在這個平台裡面 也超過了這個代言費了 我大概屬失了資產的15% 好像說有可能會有轉為被告 或者會有這個擔心嗎 我自己是完全不擔心 該提供的這些證據或什麼 全部都提供給這地方了 我知道會有可能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不會太到就是很很怎麼樣 但是我比較難過的是就是 我對虛擬貨幣這個東西的熱情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的它不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對 只是它變成一些很多人為啊 然後可能有大片或什麼 那我覺得這方面是我會比較心情低落的地方 就是我可能很相信的 那時候因為我最終有點充滿熱情的 對 那當然也因為這樣子 我就有點受傷這樣子 但我覺得金錢上的損失其次 是可能我的名譽 或者是說我對於這個 對於這塊新的產業的熱情 我覺得比較讓我難過啊 投資這個東西就是 風險要去控管這樣子 所以我這次我覺得我也學到一個很寶貴的一刻 就是我的 名譽上的損失 或是我經濟上的損失 在這裡也是 呼籲自己也呼籲大家 就是在投資的時候要 扣還一下投資 嗨 大家好 我是吳東 謝忻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丹文雄 是歐巴桑 丹美鳳 我是蔡康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是浩角翔吉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在這邊就好 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 祝三立新聞網 祝三立新聞網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 祝3D新闻网十周年了 好快哦 生日快乐 锁定我们娱乐新闻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